红绿灯口机车骑士和一辆警车起步 但警车左转未打方向灯 接着又突然切换到右侧机车道 原本后方骑士想从左边超车 结果这时警车一个回转 差点就被撞到了 事后骑士将影片po网 还表示难道交通大队的警察就能违规吗 认为开车的远警应该要被乘除 警车在雄凤路口左转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 接着转过来之后变换车道也没有打灯 在回转之后也没有注意到后方来车 连续三次违规算一算 两次变换车道共罚2400 一次回转未注意来车罚600 不到30秒就吃上3000罚单 事情就发生在高雄古山区 23号中午11点 原来开车的流行远警货报 古山山路和雄凤路口有车祸 一时找不到事故地点在路上绕来绕去 结果违规又差点让后方歧视撞上 事后古山分局除了对流行远警开单 再继申戒一支 因为没有发觉到此件交通事故 在附近找寻了一段时间 疏忽一时违反交通规则 违反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话 将予以行政城主就是申戒 并做制作案例教育 因为找不到车祸地点加上时间紧迫 一时没注意才连续违规 不仅危险还得被开罚 只是不管一般民众还是警方 开车上路就得遵守交通规则 没有例外 TVBS新闻徐克成纪元高雄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